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天彻底黑了 光线也变得暗淡 站在厂区的门口啊 看着面前这个明亮眼镜厂的牌子 李高楼越发感觉这地方有什么猫腻 很简单 从远处厂区完全黑暗的灯光可以看出来 这厂子是完全停工的呀 加上门前这牌子如此老旧 鬼知道他多久没生意了 这年头站着毛坑不拉时 可不单单那是不挣钱的问题啊 这是什么地方啊 艾斯城啊 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大都市 在这么个地方啊 搞这么一大片地盘 却没什么产业 那得赔多少啊 这地方他寸土寸金呢 又光这数字李高楼想想都觉着肉腾 既然如此的话 魏登生贤为什么不把他给关了 却一直把他留在这儿 所以这绝对有问题 整理好自己心情之后 李高楼随即朝着厂区门口走去 很快来到了大厂门口 大门是锁着的 只有旁边一个小门开着 不过旁边啊 是一间传达室 这里边的灯亮着 李高楼走过去啊 敲了敲传达室的门 没过多久 门欠开一道小缝 通过这道缝隙啊 应该是有双眼睛正瞧着李高楼呢 那感觉让李高楼很不舒服 甚至觉得很难受 不过毕竟他字里实力在那摆着呢 所以他也没担心什么 就往那一站 然后门终于被打开了 米考尔先生 你终于来了 对面这家伙有点低沉的声音 让李高楼有点不适应 他同时看到了 站在他对面的是个满脸雀斑的年轻人 的确这是个年轻人 这出乎李高楼的意料 按咱们华夏的一般常识来说 像这种啊 也没什么生意的老厂 看大门的一般都是老年人 不会放这么年轻的小伙 在这看大门 这么年轻的小伙 人也不愿意干这个 不过一直记着自己 现在的身份是米考尔先生 所以李高楼点点头 神色非常平静 紧接着这小子关上门 打开手里的手电筒 借着灯光 他认认真真的 打亮着眼前的李高楼 似乎在确认 做什么 李高楼说了一句话 带着一丝不耐烦 之所以给自己加这么点戏份 实际上啊 也是让李高楼觉着 米考尔作为胡德的手下 实在不像那么彬彬有礼的人物 尤其此刻他对面这小子 拿着手电筒 对着他的脸招 那自然 他也不用客气 对不起米考尔先生 昨天换的灯 有些太暗了 果然 这小子赶紧道歉 同时把手电筒 移到了旁边 走吧 都在里边 说话的同时 他已经转身 在前边带路了 李高楼点了点头 然后跟了上去 就这样 两人一直朝前面走 进了这家眼镜厂 就跟在外边看到的一样 这里边啊 非常黑 看不到一个人眼 如果不是确定 这小子应该没什么问题 李高楼都觉着 他这是不是玩儿小放牛 不玩好道感呢 不过米考尔的妆容 肯定不会错 而且胡德如果一直在这边啊 都是单线联系的话 那么只能通过米考尔 而且咖啡谷那边 关于米考尔的死讯 李高楼让卡尔金夫特 一压下去了 所以暂时这边 应该是不知道 正是出于这种种理由 所以在李高楼的心里边 很踏实 当然 他自己也已经做好准备 真要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 他必须第一时间离开 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行 行走江湖 那任何时候都是安全第一啊 就这样 两个人穿过了很长的场区 来到一间仓库之中 沿着长长的通道 就这么一直走 行走的过程中 李高楼啊 左右看了看 的确都是一些老旧的设备 都不知道多长时间没动过了 不过这条通道看上去啊 倒是经常有人走动 心里边一边琢磨着 李高楼始终跟着前面这小子 穿过了那条曲曲折折的通道 最终进入了一间不是很大的车间 突然这小子 突然这小子停了下来 然后转过身 看向了李高楼 这让李高楼有点意外 不过呀 他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表情情绪 免得露出什么破绽来 前边带路这小子轻声说了一句 米高尔先生 请 下一刻他的手 按在墙壁上一个圆形的按钮上 然后就在李高楼的注视下 房间其中的一面墙壁 露出了一个平板大小的屏幕 验证身份吗 马上李高楼脑海之中有了答案 事实上搞出这样的东西 只能用来验证身份 除此之外 也想不到有什么其他用处 果然屏幕跟着亮了起来 那个摄像头看上去啊 非常显眼 李高楼还是有点紧张啊 虽说自己假扮米高尔先生呢 是在生死簿上做了修改 但是机器会不会识别出来 他也不知道啊 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上去 把一张脸凑近那摄像头 果然 后边那摄像头出现了他这张脸 然后仿佛是个能量条式的东西 似乎正在读取识别 很快 伴随着叮的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门打开了 李高楼则是心里长出了口气 这扇门的后边啊 是一条朝下的通道 鬼知道这些人怎么回事 总是喜欢待在地下呢 心里边暗自嘀咕了一句 不过这也正是小李同学想看到的 事实证明他用米考尔这个身份 跑过来试探非常成功 就这样 两个人进了通道 身后的门重新关上了 这条通道一直朝下 在李高楼的眼中开始出现灯火通明的另外一番景象 这儿啊全部都是密封的大门 也不知道里边究竟装着什么 虽然说小李同学很想呀 让人把这些门都打开 让他看看这里边到底都是什么东西 但此时他只能生生的克制自己的这种冲突 毕竟他现在的身份是米考尔先生 可不是李高楼啊 同时他也未找到之后更大的秘密 所以现在还是耐心一些比较好 就这样 两人一路朝前走着 最终走到了最深处的一个房间 这里边的灯啊 是完全黑的 就在李高楼在想为什么不开灯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就亮了 陡然间有点不适应 小李同学下意识捂住自己的眼睛 几秒钟重新睁开之后 他就愣住了 就在他的对面 这椅子上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的脸色淡然正看着自己 那张脸 李高楼非常熟悉 对面那人开口问了一句 胡得死了 听到这话 李高楼将心头无比震撼 那情绪压抑了下去 虽说他依旧有点感觉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呢 他对面坐的这个人呢 居然是威登 那个明明已经举行了葬礼 甚至尸体自己都检查过的威登先生 只不过此时此刻 他跟小李同学记忆中稍微有点不同 如果说之前 他那威登看上去是一副生意人的模样 现在这个威登并非如此 尤其他身体之中强大的力量 李高楼可以清楚的感觉到 脑海里闪过这些念头之后 李高楼有了自己的猜测 眼前这个威登啊 只能是跟胡得一样 改造人 之前的威登必然是参与了这项实验 之前的死亡应该是金蝉脱鞘 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出现在这儿 就好像当年的崔文山一样 所以这也是何高安身边这些人 最喜欢用的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转发